這件事也挺瘋狂的 但瘋狂也有好瘋狂的 哈里和梅根 好了 第二個小孩出生了 在6月4日 生了女兒 找了伊利沙伯女王的Lily 還有Diana 我自己覺得 你們這麼不喜歡皇室 皇室欠你很多 又說你爺爺 不知道怎麼教你爸爸 你爸爸就有些遺傳性的傷害給你 到了現在梅根和你老公哈里王子 這麼不喜歡皇室就繼續去消費皇室 真是瘋狂 真是離譜 這個就是臭屁中的臭屁 這個就是八婆中的八婆 當日你想借著皇室的頭銜出來做生意 皇室要求你們 很多皇室成員都在外面做些公益 做慈善 你就千百般不願意 又被人收了你的護照 其實你可以繼續出去玩 然後好了 後來想拿皇室的頭銜 拿工作和工作夫人的頭銜 拿來做生意做品牌 做自己生意的品牌 當然不給你了 因為這些公家的東西 不可以成為你私人的財產 於是和皇室就談好了 你就不可以拿皇室的頭銜出來做品牌 如果你想出來賺錢做生意 可以 但你就不可以排隊去繼承皇位 可以保留皇室的名銜 但就不可以排隊繼承皇室的皇位 當時梅根就很嘈吵 吵冤花斃 最後是要伊莉莎白女王 出來平息這些事 然後 得不到你想要的事 得不到你想要的商業著數 那梅根立刻和皇室翻臉 帶她老公去美國 然後她老公在那些節目上 做主持或做嘉賓時候 就唱衰皇室 有很多就是叫做 沒有提出什麼實際證據 甚至可能無中生有 或者在那裡誇大旗詞 又或者人們歧視你 裏面的嬰兒 又歧視你 又牽涉到種族歧視 如果人家歧視你 覺得你有黑人的血統 而不讓你 就是疑歧視你 就成早不讓你進皇室 那怎麼會搞這麼多事呢 現在你竟然就說要和皇室 又說要和清帶線 這樣對那樣 整個女兒出來的那個名字 又要抽水 繼續抽金女皇水 消費皇室 這些人真的沒得救 神經病 然後給大家看一條片 就被人吵了 就說外國人 被大陸推網民吵了 就吵了些什麼呢 就說在大陸的高鐵 有一班外籍的遊客 不帶口氣